大姐 这可就是你说的强将吗 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啊 有了他们 我安家军并有了主心骨 云罗 你去吩咐厨房 好吃好喝地坐上来 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见过小主 都起来吧 有你们相助 我就会如虎添意的 那个晚上 明夜和韩芝他们彻夜未眠 整理了招兵买马的两条思路 一条则是主动出击 明察暗访 寻找梁将 由明夜负责 一条则是被动出击 设立几个报名点 招募新兵 两天后 新兵就要开始训练了 明夜还得为他们寻找几位 教导友方的教官 乾坤殿 皇上起了一个大早 便出宫了 元宝跟在主子身后 皇上来到纳兰亭的 城西东坡校场 纳兰亭和几名将士坐在桌旁 正商讨着训练新兵的钥匙 恭迎皇上 纳兰大人 招募新军可有进展 前日招了八百人 昨日招了五百人 一共一千三百人 不错 你们都起来吧 皇上巡视了一圈 并未多说什么 很快就离开了纳兰军的校场 军臣二人又马不停蹄地 来到了柳林校场 然而校场里 只有一群商人 正在忙碌着拉东西入场 这位老先生 我听说 安家军在招募新兵 火急火凉地赶快来报名 可为何教场内空一人呢 哎呀 你走错地方了呀 安家军的报名地点 在城东 城西 城南 城北 都设置有报名点呢 新兵两日之后来教场报到 这不 安将军一大早 就过来布置场地了 两个人选择了 纳兰亭和安云夏 共同设置报名处的城西 皇上只是远远地 驻足凝望了一瞬 因为没有看到 想要见到的人 便无心上前搭讪 回去吧 皇上 安娘娘或许在其他点招募 要不要过去看看啊 新官上任 面临许多难处 可是安家军的招募 却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足以见得他私下里 下了大功夫的 朕不忍心去打扰他